南方卫视TVS2 和全球定位系统监控功能的 卫星通讯中断 具有抗恶劣环境、加价偏置、自宣安装 通过舒拉雅的卫星网络 可以与陆地的固定电话、自动电话 以及其他卫星电话进行语音通讯 用在宽屏的移动卫星系统上面的设备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最著名的移动卫星系统 就是国际海事 国际海事移动卫星也就是在英国 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三家里面 唯一的亚洲公司 能够全面的开发这类型的设备 这次我们来广州海事展校会 主要是要带来我们在海事上面开发的一些设备 也就是针对移动卫星系统上面用的一些设备 然后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卫星主要的功能就是最重要用在船只上面 船你在海洋的话 没有说有移动网络 让你做通讯的服务 然后我们的设备呢 就能够通过这个移动卫星呢 来做宽屏的上网的 或者语音的这样的一种服务 这样的功能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展示产品也有展示我们的服务 我是先讲我们的产品吧 主要我们的设备呢 刚才说说 这次主要是针对船载上面用的 船载上面的设备呢 我们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所谓叫做海事卫星用的 这个 FB150 这就是一个非常宽屏的 能够同时上下网 高速到150kbps 然后同时呢 能够做语音这方面的功能 所以说你可以一边上网 一边做语音的功能 然后当然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啊 比如说你可以说有警戒按钮啊 或者是一些定位这方面的功能都有 这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一个设备 另外呢是用在另一个卫星系统 就是欧星Tryer 也就是在中东的一家卫星公司 他们的覆盖面也是非常的广 而且但是他们的设备呢 我们为它设置设备是会比较 属于低端的那些使用者 比如说渔船方面 我们在周三那边跟渔政局那边 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测试 稳定性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目前呢是想经过这样的一个展校 大肆来发 来让大家知道我们这设备的好处 好的谢谢啊